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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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说过 时间有限 我们快点赶路 唷 我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后我妖族无需再去居人相 便是天地以后也要听从我妖族号令 不管人间还是天界 都将奉我妖族为王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是你们 看来必须先收拾你们这些守闻持有者 哼 哼 哈哈哈哈 駕駕駛 就用同 005090脚ğini使用到了 一些女性在搞定 Dalts 好的, 怕这个敌人已经在本身上有一种弹性的角色, 这就是我一次性的敌人 这就是真的一些敌人的敌人 嗯, 怕这个敌人是 emphasizing的不比你身材 专戈性的敌人 或者是因为敌人 还是不击 我以为这个敌人是否有划了 也就是专门 我需要敌人的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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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孟月 恭喜你 凤哥哥 原来 这就是那些人处心积虑 要打开的天门 为了这座巨门 真值得牺牲那么多吗 我宁愿守护的这扇门内 是亲人 族人温暖的笑容 和一顿真心的餐饭 而不是什么虚无的神力 凤大哥 你啊 我 司空兄弟 我如今站在这天门之前 却一点也不想打开它 为了这扇天门 我差一点 就成了向有贡公那样的 执迷古武之辈 这可与我的风骨不合啊 司空兄弟 一路上对你妒忌不甘 而做了许多失礼之事 请你明亮 凤大哥 别这么说 如今 这天门与门后之事 都和我无关 凤哥哥 你说的 都是真的吗 阿乔 当我差点失去你时 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惊风也痛苦 在那面前 所有的压力挫折 闲阴闲 瞬间都算不了什么 你被救回来后 我才明白 当下我们手边拥有的 就是最重要 最值得珍惜的事 就像你一直鼓励我的 从今以后 我不会在意 是否获得上天认可 更不会再受天之血脉的束缚 我 会用自己的力量 建立属于人间的幸福 与你一起 好好带领子民走下去 嗯 说好了呀 沐月 天帝 正在这扇门后头啊 天帝在天界 天门 是连接天界的通道 那在此 向天帝求道 他能听见吗 或许 天帝 希望您能倾听我们的喜悦 我想请求您 答应一件事 如果往后在世间的人们 是出自真心诚意 毫无异心 毫无邪念地向您 祈求您的帮助 请您答应这些人祈求 给予您的庇佑 四孔兄弟 你这样替人们祈求 我想 以后他们一定会因为这样 受到必要的 凤大哥 我相信这天下 如果是由你带领你治理 不管是下人还是商人 你都一定能使所有人 都过得平安快乐 我必定尽你而为 对了 四孔兄弟 我还有一件事悬在心上 想请你务必答应 我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 到商国做我的左右手 帮我与阿乔一起治理国家 这 我从未想过 这种可能性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许多 我完全相信你的能力 希望你可以在我的身边 成为我大声的助力 当然 我也诚挚地邀请木月姑娘 留在人间 我 我没别的意思 总之 这是 我会好好考虑的 既然事情办完了 我们也该回去 和国主报备一声 走吧 回去了 感谢诸位 天下 终于重复平静 这些 都是你们的功劳 辛苦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若没有你们挺身而出 只怕会有无尽的灾难降临 天界 人界 无一幸免 你们做得很好 比我所能想到的还要好 你们已经完成能做的一切 为了各位安危着想 还是请尽速离开华须国境 我将施法收回尚在人间的贱物之力 以绝此后之人登天的妄想 那 各位若想回到人间 便需趁术法未成之前 尽快离开 我主 难道是 那沐月 你呢 是啊 沐月姐姐 你要跟我们离开吗 月儿的事 由月儿自己做主 华须之事 我会尽力施围 那咱们就告辞了 请国主保住 感谢国主救治我的妻子 此招将永远拥挤于心 感谢国主 日后我会尽力活得精彩 一定不辜负 您帮我救回的这条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切总算结束了 直到现在 我还有种不踏实的感觉 仿佛一切 像是在梦里一样 我懂你的感觉 不过 等我们回到人间 要忙的事还多着呢 风哥哥 我早就跟你说 血脉什么的一点都不重要吗 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谢谢王子妃教诲 以后我都听王子妃的话 这可是你说的 一切总算平静下来了 梦月 我没了族人 你离开华须之后 也应该没去处 回到人间后 不如一起生活吧 我的意思是说 建立一个新的家园 当然不会只有你我 还有阿琪 阿巧 和凤大哥 以及 同样都流离失所的人们 用我们的力量 继续守顾你我 以及为苍生牺牲的人们 所珍视的人间 沐月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象 那个未来 会是什么模样 何必想象 以后 我们可以一起经历 是呀 沐月姐姐 我说过 会在子国 帮你建一个家 以后 你就和司空大哥 一起住在那里 我也会常常去找你们玩的 对了 还有你 你也跟沐月姐姐一起住 行了吧 沐月姐姐 你觉得住子国好吗 还是除了子国外 你还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地方 特别喜欢的地方 就是你最想待着的地方啊 不过 无论你住哪儿 都要提防我的突然拜访 阿巧 你是不是 把谁给忘了 先前 不知哪位姑娘 不惜四处奔波 也要去找自己夫婿 现在 只顾着找姐姐大哥 就完全把当初要找的夫婿 抛在脑后了 不是 是你没来找我的 好 说得是 为了天下着想 我可不会再放我妻子 到处乱跑 四处闯祸 我以后会常常去找你 把你看得牢牢的 四空兄弟 木月姑娘 以后 你们如果要找阿巧叙旧 就算不想见 也会常常见着我了 凶什么呀你 凶也不凶 好了好了 快走快走 华叙国主不是说 要收起剑梦的力量了吗 四空云 我要谢谢你 在思水 在我最失忆失落之时 因为有你 我才没有失去希望 这没什么 不用客气 不 这对我意义重大 若非如此 我恐怕无法走到这一刻 完成我的责任 沐月 是你先出手援助我 我 回到有熊村时 当我知道族人们都死了 陷入失去青人的悲伤 是你鼓励我 带我走出 后来你说 守闻持有者 对这个世间负有重大责任 我才开始去想 我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我还能做些什么 遇见你之前 我只是平凡小村中的平凡青年 唯一的心愿 便是在这乱世中 与家人过上平凡的日子 直到遇见你 与你一起进行不平凡的旅行 这些 竟然这么平凡的我 成了一个不平凡的人 我才能完成今日 守护天下的责任 沐月 谢谢你 好了 该回人间去了 走吧 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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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如果 我们能回到人间 我想住在 有山 有水 还有 能看见你 为我造出满是心斗的地方 阿乔 沐月 还有你 你们所说的人间 以后一定会很美好 我 就算没了华须国 没了我族人 没了我 只要人间有你们在 一定会自行走向 光明的未来 我从前一样 孔宇 你跟我说 以后一起生活 我真的很开心 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 但是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沐月 你 你这是 什么意思 国主和我 都感觉出河心 已经渐渐停止运走 花须国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维持在天上 而国土 已失去族人魂力倒影 也将坠回人间 你是说 花须国要坠毁了 沐月姑娘 若是如此 为何国主还要收回 在人间的贱墓之力 而不利用贱墓 拖出整个花须国 至今 花须国仍然是通往天门的 唯一路径 但失去祭坛 结界被破坏之后 已无法再使花须国隐蔽 花须已尽 没有自保能力 若在线人士 将会受到各种威胁 如果 想避免恶人 重开天门 危害人间 为今之计 就只有再次新生 花须人魂灵之力 将花须国 永远导引至天际深处 永绝人世 母爷姐姐 为什么 我们不是说好了 在此过为你 为什么 阿乔 别说了 怎么会 花须国主既然说过 有你抉择 这不就表示 你若不牺牲 国主缘另有他法吗 其他 也不过是 暂时必去国土 坠毁危机的方法 这怎么可以 你不能 我不让你这么做 花须是我的家乡 人间是族人 和我最珍视的地方 我不能看他们就这么回去 我会像核心一样 把这些日子的经历 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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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坡上 都化作天上心愿 天上心愿 别看轻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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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 我爱姐姐 一定 早在天上好好保重 她一号 我爱成了星子 我们才在天上相会 似书 对 我爱你 小姐 拍下 四空雨 谢谢你 鸟儿鸟儿 水中游 鸟儿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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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过江水游土秋 摔到一处烂泥巴 大蛙看得笑哈哈 四空雨 好好道别了吗 那就开始吧 月儿 如今的你 明白守护的意义了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的いうこと也是 凤大哥 阿强 就送你们到此 是 四空大哥 老婆 冒际 你想清楚了吗 我曾说过 哪里是司公兄弟想守护的地方 之后便由司公兄弟决定 这想法至今未必 作为你的友人 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司公兄弟 保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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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月 你跟我说过 只要心中 想要守护的心情欲强烈 手蚊的力量 就会欲强大 那么墨月 我现在最想守护的 已经找到了 描运一枚妆 细细奔向 天经里憔悴模样 极端 青丝中怀 迎来多少无奈 轻欲挣盘 山茶初开 孤人难在 细雨中等待 不知红颜早已开 那年湖山畔 你迎向我走来 以为嫉妒曾相看 听笛声满满 把酒笑的烟花 挥手指留下轻弹 优优独播剧场——《传播》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爱抹香丝血 红日又细线 清明转瞬 别看情雷别 何处不曾越缺 忘却那些 写上孤独的约 那年湖山盘 你迎向我走来 以为几度曾相看 与你走过人间 似水流年 都已是天上心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后就靠我们了 曾写一篇不知何年兑现的落叶 把秋水忘川 渲染出你的鬼船 自华须传闻落幕 神州大帝 神州大帝正是从神治时代 转入仁治时代 揭开另一个新纪元 一年后 山王子昭继位 封子巧为后 对外 子昭与子巧 协力平定各地战乱 其中 其中对抗羌人一意 使人津津乐道 对内 二人同心主政 创造出大商空前荣景 赢得人民拥戴 然而 好景不长 十数年后 子巧早逝 然而 子昭与子巧两人之间的爱情 已在历史上 留下真实深刻的一笔 永久流传 经历华须文化洗礼后 子昭领导的山王朝 意志力于发展文化 无论在青铜淘气 音乐舞蹈 甲骨文字 天文数学各方面 都有突破 这些无价珍宝 由后世子孙守护于传承 终成为数千年 灿烂不坠文化的金石 一支桃标 一支桃标 维持我们万里桥桥 要让那清晰书稿 万人笔梢 有了几名我逍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